你们的版本 就是说你们版本 如果假设你开Excel 然后在档案里面有一个叫账户吧 或者旧的版本不知道是不是在账户 我刚查了一下我在账户 账户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功能 所以我在档案里面的账户 账户里面有个关于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关于这个地方 我的版本是 我的是2209 当然这个显示出来 没办法知道说 你可以再点击它 我显示出来的 我这边是Office 365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假设你今天版本 假设说你是Office 365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跟我 是比较接近的版本 然后应该它版本是16.0 OK,那现在因为它的版本命名 以前都是什么Office 2003 2007 2007 用那个哪一个时间 现在它变多一个名称叫Office 365 所以其实命名的方式又有点不太一样 OK,所以你们大概查一下吧 至少等一下请各位帮我做一件事 让我知道一下你的版本是哪个版本 那比如说你是Office 365的话 你就请你们在留言那个地方 帮我打上你们的版本名称 看一下你们的版本是哪个版本 我至少要知道一下 其实大部分同学都是跟我一样 就是那个Microsoft Office 365的版本 因为这个版本应该算是最新的 而且它只要有更新 它也会显示出来 那我就都会更新 OK 那这个稍微再帮我看一下 那你们待会的话有时间 你就是找到那个版本之后 那帮我在你们的留言讯息上面 帮我帮我贴一下 让我知道一下 你们是不是大部分同学都是最新版本 因为有些功能 如果假设不是最新版本的话 大部分同学 目前有贴的都是Office 365的 那只是365这个 它的授权方式跟以前好像又不太一样 以前好像就是一次买断 但现在好像是每年都要付费 一段时间你要 你如果要继续用的话 就要继续付个费用 OK 但至少尽量你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能够取得最新版本 当然更好 OK 就像看起来大部分同学都是新的版本 那如果你有最新版本的话 待会可以试一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棒的 不过前提是要是新的功能 就是说你们可以在插入里面 除了书纽分析表之外 你也会看到一个3D地图 OK 如果你是新版本 我印象中 这个功能应该是在2016以后才出现 OK 我不确定 好像是后来才有的 那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做出就是说 帮我用地图的方式呈现出各个限式 它用电的情况的话 那当然主要我们会需要两个主要栏位 一个是限式 一个是受电万度这个栏位 那它的处理方式就是说 这个是它的数值 这个是它的地理位置 所以它会把地理位置放在哪一个限式 然后透过3D地图帮我呈现出来 那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做过一个 然后把它打开 它其实基本上它呈现的方式就是 如果你之前做过的 它会帮你呈现出来 这边其实可以把它 甚至可以把它变成平面的 然后上面其实你可以加上 你要不要加上上面的那个地理位置 预设是没有 然后你可以再加上地图标签 然后可以让它呈现出来 就可以知道说 哪个地方的那个数值最高 里面的话当然 第一个是位置 所以你假设要用那个地图呈现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有几个资料 第一个就是它的限式名称 或者是邮递区号 或者是精维度 其实精维度它也抓得到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假设要是像类似像这种柱状图的话 那你就必须有个高度 高度的话就是 把所有的数字通通加总在一起 然后丢到这个地理位置上面 让它有一个柱状图显示 那我可以怎么样 用这样子斜斜的 这样可以看出 哪一个限式 它的那个数字是最高的 那最后当然呢 这边的话当然还可以甚至 调整一下它的相关的色彩 或者不透明度 比如说我把不透明度 刚刚已经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它变不透明 那为什么需要变不透明 主要有时候 如果你假设 这个颜色太深 它会挡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名称 有没有 桃圆不见了 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的 把它大概调成70左右 70左右的话呢 让它呢 有点半透明 后面那个字就比较看得到 然后厚度跟宽度 这边也可以调 比如说你不要那么粗 你就是把宽度稍微调一下 然后你的高度 太高 比如说你不要这么低 你就可以把它拉高一点点 这样子可以调整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甚至它还可以建立视讯 可以把这个当 帮你拍个影片 OK 让它呈现出慢慢成长 有点像数据慢慢增加那个感觉 所以这个功能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首先的话我要说一下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 当然你要先确定说 你是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理论上你的版本 应该是要最新的 有2018的 OK 看起来大部分同学应该 都是比较新的版本 好像似乎比较少是比较旧的 那应该理论上都有 OK 如果 假设你们等一下看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再跟我讲一下 好 首先第一个呢 如果我要产生3D地图的话 记得 你游标一样跟 插入枢纽分析表 一样的动作 就是你一定要放在哪里 放在你的原始资料里面 你不是说直接放在枢纽 不是喔 要放在原始资料 它其实有点像是 另外一种形式的枢纽分析图 只是说把资料是放在地理坐标上面 差异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首先的话呢 我们找到我们要分析的资料 任何一个位置 那它一样 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范围全部抓取下来 所以你不需要帮它先选取 然后点选3D地图 接下来的话呢 点选新导览 OK 那当然你之前做过的 它会显示出来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删除 删除的话就点这个XX 然后它就问你说要不要删掉 要 就把它删掉了 OK 那我产生一个新的导览好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去分析你这个资料 一样先选范围 所以它会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只是说它跟枢纽分析表不一样 它不会问你 它就直接帮你直接选起来 然后做一个分析 那我只要给它两个主要的栏位 第一个栏位是位置 位置的话我们主要是根据限式 所以这边的话有没有限式的这个栏位呢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资料 我们有个限式 所以你这边可以把那个限式给它 新增栏位 或者是说我印象中好像也可以用拖拉的 你可以把它拖拉过来 这边就多一个限式 然后你可以选择那个限式 或者是说你可以 这边可以删除 你可以新增栏位 然后一样呢 选择那个限式这个栏位 OK 限式栏位 那高度的话是以那个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受电度数 万度这个 所以你可以新增 然后呢找到 那个栏位是万度这个栏位 OK 那再来类别的话呢 一样选择的是限式 把限式选起来 OK 等一下 他这个 理论上 他这个有一个范围1 范围2 所以他选到 我现在再关一下 再一次 那我把刚刚旧的删掉了 新的导览 他这边变成有范围1 范围2 OK 那请各位先找一下这个功能 然后我确定一下这个 因为我这边变成多了好几个范围 那一样就是说呢 把限式给他 然后把资料给他 他就帮我把那个地理位置的高度呈现出来 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刚刚一样你可以用拖拉的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选的 那选完之后 因为我们这个限式这个栏位 里面他其实还有要告诉他说 到底里面放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地址 就是地理位置资料 他大概有很多种 他是限式还是经纬度的 我们这是限式 所以你就把限式找给他 他就会去找一下说 到底台湾的那个限式名称 所以限式这个要选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就帮你把 在那个资料里面出现的限式名称 帮你打上去 所以你会发现位置已经有了 第二个的话 可是他现在是平面的 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什么 把那个高度 高度让他变立体 高度实际上如果我希望 就是他的那个 就是他用电度数 OK那我们可以把高度选择哪一个 选择那个 就是受电度数当月 万度好了 以万度为单位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就马上长出这个高度 并且有个图例出来 那个图例不要的话 你把它delete掉了 他会挡到 OK 然后类别按哪个分类 那我们可以按照限式分类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选择那个限式 他会按照限式 每一个就一个就一个类 他就帮我分类 每个限式不一样 OK 那再来的话你会发现他就长出来了 接下来你可以下面有那个上下左右 你可以往下他就变成有点是 就是下面把它浮起来了 OK 然后往上他就上上翘起来 OK 那当然我们要立体一点点 大概让他转个45度左右 让他旋转一下 放大缩小你让他滚轮也可以 或者是你放大缩小 那再来的话就地理位置 比如说我希望那个地理位置呢 把它呈现出来 它的地名 那地名的话你可以找到这个 有个叫做地图标签 你把地图标签点击的话 他这边就显示出 哪个地区的名称会显示出来 那其他我刚刚有提到的 包含就是说 他的那个什么相关的图层选项 图层选项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不透明度 比如说他这个会挡到地名 你可以把不透明度稍微拉小一点点 比如说大概拉到70左右 OK让他有点半透明状 那宽度就是他这个柱状图的这个大小 如果你要把它放大一点 他就可以把它放大 然后高度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拉高或拉低 看看哪一个效果 你比较适合你想要呈现的这种状态的话 那你可以再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OK 那其他的话 其他就是像 刚刚的这些相关资料把它加上去 另外的话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 我不希望呈现出像这种柱状图 我可不可以改成其他的这种 这个这个图形效果 他这边有很多选项 一个是这个堆叠直条图 好像这样 那另外的话还有群组直条图 不过这两个目前看起来 因为群组只有一个 所以他不会有 这个让你看起来有什么差异 那其他还有像这个什么泡泡图 泡泡图有点像平面上面 告诉你说他的多寡 不过看起来好像会重叠到 所以这个效果感觉没有像刚刚直条图那么好 另外的话这边有一个叫热力图 热力图的话有点像哪个地方多 哪个地方少 其实这个也或许可以是一个选项 还有其他的相关区域效果 这个我想你们可以再次 如果你用热力图的话 甚至你可以什么改一下 比如这边色切 你可以把它放影响范围 这样其实也可以再调一下 这或许也可以是一个效果 至于说如果你要走比较立体的 那也许你可以用刚刚的堆叠直条图 试试看 那最后当然 你可以把它截图 直接把它放到PowerPoint 或Excel里面 或者是甚至他这边有提供一个 建立这个视讯 不过这个视讯感觉好像没有特别的 我本来想说他是不是有点像 空拍图效果 不是他后来其实他只是说 帮你把那个数据慢慢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那个效果 ok就是原来没有 然后慢慢变成有 而且他有支援那个解析度 ok 甚至后面还可以放音乐 这个我想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至于你希望把它结合聚集录制 这个看起来好像似乎他还没有做得很成熟 不过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假设说 你希望用VBA控制3D地图的话 或许你可以把它录制聚集看看 ok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3D地图的部分 先练习看看 ok 那我们也先在下课休息10分钟 待会我们再来看后面 那再来的话请各位先看一下后面 这个部分我底下还有 就是你们先看一下爬虫部分 那这个资料理论上应该已经算是ok的 那不过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之前这个资料的取得 我们是透过下载的方式 就是直接去点选那个网路的下载链接 有点像是用滑鼠键盘去点选 得到这个资料 在这边 在第6页的地方 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可不可以不要用手动的方式去下载资料 因为其实爬虫嘛 当然是希望说能够用 用那个什么程式的方式 直接去抓取 而不是说你用人工 之前我们是直接点这个 然后去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再用以四个打开 或者用贿赂方式 那如果我今天假如我不要用人工的方式 而是我希望写个程式 自动帮我把资料呢 就直接倒到我要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就直接 旧的资料先删掉 然后呢自动帮我把新的资料倒进来 ok然后呢做个更新的动作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也许你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个云端上的资料 当然呢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提供104年到110 那如果假设我们希望不同的年份 放在不同的工作表 甚至是不同年份放在同一个工作表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把刚刚3D的地图先试着练习了解一下 然后再来看有关爬虫的部分 好